第十案例已经出院了 那今天也没有新增的个案 康复出院的武汉肺炎个案再添一例 而第一批从武汉包机返台的247位民众 除了一名确诊个案之外 目前的状况都非常良好 预计18号就能解除居家隔离 那么预计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除了原来一位确诊以外 246位都会回到所里面 那截至目前为止 大家的这个身体状况都还蛮好的 心理状况也都很好 目前国内疫情看似稳定 但是紧接着十天后 高中以下学校将要开学 中央如何应对 教育部表示已购买25000只耳温枪 84000公升酒精 以及防疫备用口罩645万片 已陆续配送 同时也将配合校内防疫宣导 我们会跟这个额科医师 我们拍摄这个卫教的一个宣导短片 同时我们在2月25号开始 我们也会跟台湾额科的学会 来共同来协助全国的这些中小学 做好整个防疫的这样的卫生教育的宣导的工作 另外陈时中也表示 有鉴于民众口罩需求量不减 因此各乡镇区卫生所也将加入 实名制口罩配售地点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原始新闻 人生时迪福兰台北市采访报道